当地时间2月13日,2018特区政府实践大使评选颁奖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。 其中,两大跨境基建项目,高铁通车,港珠澳大桥通车,成为2018年最受香港市民关注的两件大使,得票数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位。 当天,在现场400余位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和媒体的见证下,评选结果依此揭晓。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,香港喜银高铁新时代和港珠澳大桥通车打通一小时生活圈高居前列。 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出入境事务处的数据显示,两大基建项目从开通之日至2019年2月10日至,共服务人次超1500万。 两件这么大的跨境基建,为香港带来了无限的机遇,也都让香港的市民出行是更加方便。 给大家参考一些数字,港珠澳高铁香港段至开通至2月10日,总服务的人数,即是说旅客的人次是高达790万。 港珠澳大桥就更加厉害,因为它是比高铁要迟一些开通的。 也都是同样去到2月10日,经过港珠澳大桥的旅客的人次是750万。 林郑月娥现场透露,两大基建项目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正面效应,也大大促进了大湾区的人流物流等。 在两大基建项目超预期的表现面前,有些人在项目运作之前的焦虑已一扫而空。 在很多社交场合听得最多的,就是说这条港珠澳铁路香港段,特首啊,你可不可以争取多些直达城市的点? 除了现在已经去到44点,是否能够可以再多些直达的城市? 至于港珠澳大桥,就很多人希望能够给更加多的私家车上桥。 用好这条桥可以去到越西的部分。 这两个的诉求呢,我们都会很认真,来到去跟随的。 当天的评选结果显示,特区政府明日大雨土地计划, 为符合条件的280万香港市民派发4000元津贴, 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的终身年金计划, 推出六项措施,帮助市民置业的新房屋政策等纷纷入选。 主办方之一,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董事长江在中认为, 这些评选结果集中体现了香港社会的关注点, 突出了民意,反映了民生,成为市民和政府沟通的新的平台。 当天还为52位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品, 以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其中。 据介绍,特区政府施政实践大事评选, 发起于1998年,至今已是第21届, 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广泛。